新竹市撒卡都的競爭程度 真的完全不会亚于首都台北市 我们来看到今天最新一份民调 这是来自于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 在9月28号、29号 访问1000多名民众所做出来的民调 民进党的沈慧宏冲上第一名 拿下30.4%的支持度 高宏安27.3% 最后一名是国民党的林庚仁 只有17.9% 通常候选人看到民调 大概就是平常心以对 可是常会委员 今天第一时间看到这一则报道 我真的吓一跳 没有想到高宏安委员 对于这份民调会如此的不屑 来委员怎么看呢 我觉得高宏安高委员 其实我们刚认识他也是在立法院 说实在他这个是第一届来到了立法院 那本来觉得他这个是年轻有为 那想说如果再继续这样努力下去的话 也许也会是一个在这个他自己说的 这个资讯方面不错的委员 那到时候可以来讨论这样的科技政策 等等的 可是我觉得他自从去选了这个新竹市长以后 其实蛮可惜的 因为在很多事件上面 他的第一回应都会让人家觉得说 哇你怎么这么不成熟 那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这样真的准备好了吗 甚至是更糟糕的 大家会怀疑难道这才是你的本性吗 这种就高高在上瞧不起人 或者是说对于跟你不同意见的人 原来你是用这种踏伐不屑的方式 这些已经都变成是高宏安 伴之而来的一些标签 那我是觉得对这样子 其实是很可惜了 那其实高宏安要怎么批评这份这个民调 这个我们不要去特别看他了 因为他批评民调也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他批评民调是从昨天 也就是玉未姐在讲的 那个所谓的网路活动当中 他就已经开始带风向了 所以这就有点像是 他这个要被人家爆出来说 他有这些不当的行为之前 他都会打预防针 这是他一贯的手法 所以在昨天的这一场网路活动当中 你看看高宏安就已经出来告诉大家说 各位明天或者过几天 民进党一定会推出假民调 会出奥部 他们会开始说高宏安这个民调 已经被超车了 死亡交叉了等等 大家不要相信 我还是是最好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昨天就已经在开始讲 所以今天的不屑 只是延续昨天的消毒 可是我真的要必须讲 第一昨天那个场合 是不是什么正经的网路节目 我觉得大家讲网路节目 实在是对那个场合实在太好了 那是什么场合 大家如果一字排开的话 看到那个其实就是一个选举助选团嘛 然后会到不是民进党的人的场合上面去 特别的助讲 因为成员是谁 成员就是像吴子嘉 像朱学恒 各位朱学恒是谁 朱学恒就是跟高宏安一起在节目上唱塔绿班的人 对啊 所以你要说什么高宏安被网军攻击 其实这些人一字排开 这才是真正在网路上面操作的网军头始作俑者 怎么好意思在这个场合上面特别这样讲呢 还是说就仗着他们的专业 以为别人都不懂吗 然后特别的在这种场合上面 拿出什么50万攻击的数据 结果现在被人家抓包说 就是条件放很宽 全部都加在一起 各位如果高宏安要说 他这几天以来受到这么多的攻击 他好委屈 那不如我们看看好了 当时这个韩粉怎么攻击邱玉盈的 是一篇一篇文章下面就124万则留言 这边也是说明明邱玉盈在台上说 都没离开 变成是转译 变成说叫大家都不要离开 恳求 你看陈其迈的场子好惨 大家还记得罢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 邱玉盈的网路是被霸凌到这个状况 这不就是现在新竹妈妈的状况吗 那高宏安 你自诩为理性科技人 你对这样的事件 你的态度又是什么呢 你只有在自己说 我被霸凌 我出来哭 我出来委屈 但对其他的网路秩序 这不是你一向最喜欢讲的吗 网路事件的秩序如何维护 你有发过声吗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可取 更何况 说真的 今天为了上节目 我还刚好去特别找到了 高宏安在2019年 对韩国瑜低民调的时候 他说过什么 高宏安说 韩国瑜否认民调低 是政治天才 这个就是清清楚楚他的话 没有没有他不是考试 他是说对啊 当我民调低的时候 就否认他的存在 这是高招啊 政治上就是应该这样做 所以对比他今天 他今天民调开始下来了 他开始说没有啊 这个没有权威啊 不可信啊 这不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在我们来看 今天的民调数据 是比较符合新竹 现在正常的状况 就是沈慧宏和高宏安 拉得很近 那虽然有一点超车 但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但最重要是未表态率还高 而且对零制间满意的人 竟然还有一些 是还在犹豫的 是支持高宏安 这是我们民进党 自己要在努力的地方 是因为慧姐 这边要简短补充一下 高宏安 他这个号称 他自己是大数据专家 可是他完全在操弄数据 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 这个前一份 这份的日期是9月13号 到9月21号 那访问的人是602人 602人事实上是比较少的一份民调 那这个日期就是他在歧视中华大学夜间部 歧视林志坚 那是20号 这个事件还没发酵的时候 他的民调或许是在当时 桑卡都的情况下是最高的 可是呢 这个日期是在9月28号 一直到29号 也就是说这整个事件 我刚给各位看7天 你看到他的整个的声量 已经飙起来 大家对于他 我刚讲了 他态度高傲 言辞苛薄 然后这个是充满了说谎 这些是大家受不了的地方 所以现在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民调 这是已经发酵了 所以现在你如果在民调的趋势 你是向下的 然后你继续 你再乱凹 你继续再去攻击像新竹妈妈 这样子的人物 你继续再去攻击这些的粉砖 你继续再去攻击九把刀 你继续再去攻击所有 到目前为止 可能对你有一点疑虑的人 你的民调只会再继续往下 这个民调被逆转 美美姐照理来讲 候选人应该是要觉得 虚心检讨 虚心看待 可是为什么会 刚才小会委员出示的新闻 前一天就先放红瞎出来 说民政党要出奥报 怎么会有人这样做 美美姐 心高气傲 思维气 那永远都要包装自己 掩饰内在的心虚 或者理亏 或者用一些方法来转移焦点 我觉得这是高额空安的手法 那这些套路呢 其实在柯文哲身上也看得到 心高气傲 转移焦点 推卸责任 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那难怪高柯文哲这么欣赏他 两个互相拉抬对方 事实上高宏安他的民调会下降 我觉得是起来有志 大家来看一看 是 刚刚有讲 之前他是蛮好的 确实他有他的一个长处 年轻 高学历 然后新竹社人口很年轻 他又号称是科技专家 新竹科技人口有很多 所以刚开始他强 然后柯文哲又是新竹人 所以这方面空战的实力是不错的 他连怒战都有 为什么又有民众党的一些机构 OK 可是当他一错再错 第一个错是 你要为自己论文说话 可是你的态度那么骄傲 你占学历 然后中华大学夜间部的 那到台大硕士去灌水 那种态度 是让人非常不能接受的 然后呢 结果大家讲他态度问题 他没有道歉 哭 我没说自己学吧 他没有说我学吧 就是哭 要不然就是人家指责他的一些错误 比如说56k数据机 他小售就会 那时候56k数据机都还没有出现 他居然说 不会用你的无知来评断我 从来不认错 这已经是第一重伤 第二重说真的 我认为 知识会那个事情影响他更大 为什么 大家会开始问 我的老天啊 你居然是这样子的人 你吃干妈进 你好处占尽 到今天高宏安欠缺给我们 一个非常明确的解释 论文他也敢出来战 可是他讲到就是态度出了问题 这个知册问题 他到今天不敢面对 为什么 詹律师在这边也知道吗 这里面非常可能牵涉到法律的问题 我去查过知册会的内规 知册会内规里头 如果你是在职进修 对不起 你就是要上 你就是要承报 就第一点 第二点 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一个礼拜你只能一次四小时 最多八小时 然后呢 你呢 到你必须你这些在职进修期间 你还要利用你其他的时间 把它补过来 而且不可以报加班费 可是高宏安五百四十七天 他是用什么名目 他是用出差啊 他出差赚尽了好处 各位我都讲他好理六重送 我算给大家听 第一别人都留职停薪 对不对 去念书花自己的钱 他不是他代职代薪 所以第一他薪水有了 第二他用研究计划的名义 他的主管照他 所以别人在做苦工 可是他在念书拿学位的时候 他绩效奖金继续领 好理二重送 第三只要是出差有日支费 大家要去查了 大家到辛西纳提去 抱歉一天日支费多少钱 公务机关一天一百九十美金 五百四十七天 我帮他算过三百多万台币 够爽的吧 好 好理第四重送 第四重是什么 别人在这边很辛苦 做研究计划 你分的钱 你还拿学位 有没有好理四重送 好 好理第五重是什么 不得了 人家回来以后没来远去 直接跳槽红海 在这之前的出差 还拿支撤会的费用 公差 对不对 好 好不好意思 有没有一点点支持心 第六个夸张 他规避了什么 依照支撤会的内规 他必须在职进修的话 当初他是1比0.5 你出去五百四十七天 你就要服务274天 他没有 对不对 他前面他全部用出差的名义 他最后报在职进修 报在职进修 那是一百九十五天 照道理说 就算这一百九十五天 你要服务多久 你要服务大概九十几天 对不对 他有吗 没有 回来以后就无缝接轨到红海去了 也就说 从头到尾 吃干 抹净 占尽便宜 这里面 他如果出差的内文里头 他根本没有写说他去在职进修 而他拿的是学生签证的话 对不起 这第一个 有没有登载不实 违照文书的问题 第二 你明明在职进修 你必须是 你要上公文 然后你是必须要补足 你在职进修 这个时数的 结果你没有 你拿出差费 那请问一下 有没有诈欺 有没有背信的问题 有没有 他这都有法律问题 所以为什么 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他干嘛 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 起这个炉灶什么 哎呀 五十万比攻击我 他变成弱女子 他变成受害者 就让我想到天才的柯文哲 柯文哲 你还记得高宏安出来 战论文的第一天 柯文哲说 高啊 射陷级啊 幼敌深度啊 我们要学习他 第二天变成什么 你们请全国之力 欺负一个弱女子 好像什么恶霸 强插女生 有没有 怎么前一天高啊 第二天变成弱女子 然后你高宏安 你不是下巴看人吗 突然间泪眼汪汪 突然间你变成受害者 然后大家又发现说 五十万则 这个所谓什么的留言里头 好多都灌水的 包括说市长人品要好 这个也算攻击你好 那你自己呢 我要问高宏安的事 千错万错都别人错 你跟着朱学恒 在那边唱塔律班 她很高兴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被你污名化的这些人 绿营的支持者是什么 再来新竹妈妈 我真的觉得最可怕 就是这一点 新竹妈妈只是很平时的 把林志坚的政绩 用横台的漫画画出来 你自己网美打卡的地方 都是林志坚的政绩 结果说什么 她不是 她的红卫兵去出征人 她不是约束她的红卫兵 你照代说 你应该跟支持者说 谢谢你们支持 可是我们不要去攻击别人 对不对 不是 她说什么 她不只是纵容 她说新竹妈妈 有可能是自导自演 怀疑人家自导自演 我请问你 以后你当市长还得了吗 你的属下跟你有不同意见 就是 你不要用你的无知来评断我 大家批评你一下 泪眼汪汪 洒脾气 然后呢 对你有不同意见的民众 我就把你标签化 我甚至纵容一堆人来攻击你 那我说你是自导自演 那我请问新竹市民 你们能够容忍 这样子一个 态度高傲 从不认错 甚至于闻过是非 甚至于说得不到多少的谎言 然后呢 甚至于呢 丑话 标签化 只要跟他不同意见的人 放任支持者 纵容他们 甚至自己还天才 我说 这可能是自导自演 这样子的人 如果担任市长的话 我请问一下 新竹市民 我只请问 你们到底是迎接来的是希望 还是灾难 新竹市现在的民调 民进党的沈慧宏 已经冲上第一名了 我们稍微收集一下 等一下呢 也带大家来看新北市 新北市现在的选战 大家反而关注度比较高的 是侯友宜 下一步的动态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收集之后 一起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